秋天会游到黄海的长山群岛附近觅食 这种鱼如果网捕的话 效益还是比较可观的 可当地不让用网来捕 人们想吃霸鱼就只好用钩来钓 这只鱼名也是把它组织起来 定时定点的地方让它们出去钓鱼 也许在地位区内进行钓鱼 霸鱼饺子是山东辽宁等沿海地区 人们比较喜欢的一种食品 海边人家来了客人 煮一锅霸鱼饺子成了很多地方的风俗 霸鱼除了剁馅做成饺子之外 还有很多种吃法 在张子岛上 人们喜欢把霸鱼稍微腌制一下煎了吃 霸鱼还可以做成丸子窜汤 取霸鱼的肉剁成绒 霸鱼除了中间的骨头 鱼肉里没有刺 用它来做丸子给老人孩子吃最好 霸鱼剁碎了 里面放一个鸡蛋 再加一点调料就可以开始搅拌了 要把鱼肉搅上劲儿 起码要花半个小时以上 鱼肉里不放芡粉 不然做出来的鱼丸子就不好吃了 等到鱼肉搅得差不多了 煎的霸鱼也该熟了 其他地方的霸鱼 多数都是鱼网补上来的 张子岛附近霸鱼多 却只能用钩去钓 他们经营模式和思路 与别人不一样 张子岛的居民不能养鱼 也不能打鱼 就连海边人常见的赶海 在张子岛也不行 能赶海的地方都是经过批准 以旅游为目的 是客人体验海岛传统生活方式的场所 落潮之后 寂静的摊途上 还是有不少海货的 这是险子 因为很少有人赶海 这里的险子都比较大 礁石上还有很多的 像海螺的小海鲜 如果每天都有人来赶海 这些像海螺的东西 早被人捡完了 这个是凤海 一般不让下来赶 到时候放海的时候才能赶 这不凤海它都长大了 落潮之后 海滩上能看到大海螺 扇贝等海鲜 也能捡到鲍鱼 海参等海珍品 这就是为什么 张自岛不让赶海的原因 海域包括滩土里的资源 都是集体的 现在开放的海滩 让游客赶海 同时还提供烧烤 目的也是让外面的人 尝尝张自岛的海珍品 张自岛的海鲜好 这与海洋环境关系密切 只有海水捷径 在那里生长的海鲜 还能称为海珍品 张自岛的海鲜好 也与它独特的地理位置有关 张自岛实行集体经济 走共同富裕之路 他们选择的经济发展之路 是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 做出的决定 随身遛积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把海擀成一块一块 不好分隔 它不是在陆地上 所以在海上不行 它是浮游的诱动的动物 尤其是滴河的扇贝好 滴河的海珍品 海森好 它是互相诱动的 所以是不好界定 所以我们经过当孙力 当委政府 经过反复研究认证后 决定还是要独自然化 独自体经济 实行集体经济 在人才资金 科技市场等方面都有优势 张自岛红就是科研人才 培育出来的扇贝新品种 现在已经开始 大规模投产了 张自岛红先在 鱼苗场里培育出来 到了一定的规格 投放到浮阀下面的笼子里去 让它适应海洋环境 这就是张自岛红 之所以取名张自岛红 就是因为这种扇贝 有一面是红色的 现在的规格 大约有两厘米左右 再涨一段时间 直径到了三厘米 就可以拨到大海里去 现在张自岛 由于我说海域 有两千多平方公里 那么它现在一定实现了 轮梗 轮波 这种一种 和时速的 循环的这种采业模式 那么就是把 这个把这个海域 分成四块 今年要采这块 然后你明年采这块 然后拨那块 就是人更人拨 张自岛海域的扇贝 都是按计划 投放于采补的 集体有专门的扇贝 采补船 一条船一天 可以采补成千上万斤 机械采补受条件限制 比如岛礁附近海底 不平坦的地方 扇贝船就采补不了 张自岛的很多海鲜 包括扇贝 要靠人前到海底拿上来 这片海域有浮阀 扇贝船根本进不来 那就只有靠潜水员 下去采补了 现在潜水员穿的是 清潜的衣服 传统澎海的人 是不带设备的 现在带着氧气瓶下海 在水下作业的时间 要长得多 清潜水员穿的 张自岛水下生态环境好 吃海藻类食物的扇贝 海胆就长得快 张自岛海域海胆特别多 集体企业可以根据市场的需要 制定计划 财补一定规格的海胆 小的就可以让它继续生长 这就是集体经营的好处 每年都有海胆长大 财补就可以持续不断 张自岛海域没有污染 刚才补上来的海胆 生的就能吃 海胆的蛋白质含量特别高 很有营养 这些在海底财补的潜水员 包括船上的人员 都是集体企业的员工 他们按照财补量来计算薪酬 张自岛上没有了个体的渔民 居民多数都在集体企业里上班 企业赚钱了 员工的收入就有了保障 同一块区域海胆捡了之后 就要捡扇贝了 同样的道理 扇贝也是按规格捡的 底部的扇贝 直径要达到九厘米以上 才可以拿去卖 潜水员是一个比较危险的职业 要经过专业的训练 取得上岗证以后 才可以下海作业 水底压力大 时间长了会头疼 还有就是在上浮的过程中要慢一点 上浮快了 对身体伤害大 张自岛的扇贝适合生吃 生鲜的扇贝有一股甜味 它的备注被称为海鲜八珍之一 张自岛扇贝产量大 除了出售生鲜的扇贝以外 还专门建了贝类加工中心 专门加工扇贝 海螺和鲍鱼之类的海鲜 这些扇贝经过蒸煮 已经熟了 然后经过人工分装 在冷冻低温保存 最后进入市场 人们说中国的海参看疗参 疗参最好的产自长海 张自岛就是长海县的一个镇 秋天不是张自岛海参贝的时候 看不到海参的加工 海岛上有加工好的海参 今天就给大家说说 传统泡发海参的方法 从海里财捕上来的海参 很快就会死掉 除非离海近 人们很难吃到鲜活的海参 大家见到的海参 海参一般是加工好的 海参同人参燕窝鱼翅其名 是八大珍品之一 它不仅是珍贵的食品 还是名贵的药品 海参从加工工艺上看 有蛋干的 有盐渍的 蛋干就是不加食盐 或少加食盐 加工出来之后 海参就干枯了 盐渍说白了就是用盐渐的 加工出来之后是半干的 不管是蛋干的还是盐渍的 都需要泡发之后才能吃 我很简单教你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像我们晚上睡觉之前 用个保兵笔 把这个盐渍水放进去 给它倒上 捕它七八个小时 早起如果说 长发 你觉得可以了 你就不用换水 如果说长发不大的话 从中再烧一遍水 开水 再继续把这个水倒掉 其实再换一遍开水 继续免它七八个小时 然后就把这个海参里 这个肚子给搅开 把这个沙底去掉 然后就放到冰箱里 用零度到五度的吞击水去发 一天换一遍水 这样湿湿的是盐渐制过的 直接吃的话很咸 首先要把海参泡到干净的水里 去掉海参里面的盐 加工海参 李小他们还是按照传统工艺来的 加工方法不一样 最后出来的海参质量也不一样 泡发技术的不一样 吃的时候海参的口感和大小也不同 这还没发好是不是 这比较好大 这大了铺完不好 张子岛海里的海甄品 有一些是底拨的 所谓底拨就是鱼苗在工厂 大一些之后拨到海里去 不投耳料 让海甄品在大海里自然生长 长大了再去收 即使用一些符法来养殖 也不喂饲料 这几位拉起来的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这是什么呢 这韩国人就得的东西 是萝卜一样的 也许大家已经认出来了 这是真海翘 真海翘是调养在符法下面的 它的种苗是在工厂的池子里繁育的 很小的种苗让它依附在绳索上 然后拿到大海里来固定在符法上 这些真海翘靠龟枣类 软体动物的幼体为食 自然长大 这可以吃啊 好了好了 可以吃 这生这也可以吃吗 嗯 吃哪个啊 就吃这个 吃这皮 就吃这皮啊 这黑的不要是吧 不要 把它清理清理都可以 鲜 这什么味啊 有鲜的那种 有鲜味 张子岛集体企业经过多年的发展 最后变成了上市公司 集体经济壮大以后 他们除了引进人才 也与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合作 不断尝试培育新品种 真海翘就是与水产院校合作 引进养殖成功的 真海翘营养丰富 味道鲜美 主要以生吃为主 尤其在韩国特别受欢迎 张子岛的真海翘 也主要出口韩国 复阀的又这个地方 钓鱼要赶早 太阳出来就出发 上次是去钓坝鱼 这次是去钓黑鱼和黄鱼 钓这两种鱼 要有鱼饵 鱼饵先要去钓 大家钓上来的是台坝鱼 台坝鱼与坝鱼的外形区别在于 台坝鱼要短粗一些 台坝鱼不怎么好吃也便宜 钓上来主要是做鱼饵的 我也钓了好多鸟 开船的这位叫张立新 人称黑鱼王 也就是说在张子岛 钓黑鱼他最厉害 他找到的地方 一定能钓到黑鱼 大家钓鱼的地方 下面有人工鱼胶 在海里投放人工鱼胶 是为了改善海底的生态环境 让鱼有一个栖息的场所 这也是张子岛建设海洋牧场的一个方面 张子岛有专门的游船 带游客钓鱼 也是他们的一条经营之路 张子岛是美丽的 像一颗璀璨的明珠 镶嵌在黄海之中 张子岛是那么的遥远 但是那里不冷清 生活在海岛上 就像这金色的霞光 绚丽多姿 张子岛实行集体经济的发展模式 先不说给老百姓带来了多少财富 至少海洋环境得到了改善 这就为以后持续发展 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好了诸位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你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农事网官方微博微信 移动客户端 以及央视网查询浏览 中国有多奇 乡土告诉你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白酒浸泡的和虾 十几种料的精心配置 传统的虾酱有什么讲究 剁碎的骨头 两个星期的腌制 吃到嘴里会是什么味道 一张秘传的药方 这样的药膏到底有什么疗效 极具地方特色的花灯 它们用自己的方式 演绎着别样的风采 下期乡土走进松明县 体会当地的民风民俗 这一个时期的 为迅速 百分之 优优独的